大家好,我是三喵,持猫上考 之前我做过一期节目 本来是我想去推荐一本书 叫《最后一百天》当中 我提到了一本陪榜的彭一彩一嘛 讲一个明朝那些事 那么就有这个人在我评论区里留言 三喵,我敢保证这书你肯定没看过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这书我看过,而且看过好几回 但是感觉就不那么对劲 那么今天啊,三喵不见书 小尾巴是不是,三喵不见书 对吧,我们来讲一讲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明朝那些事 是不太好的一本书 当然,包括我觉得啊 这个托兰的那本书很好 包括我觉得这本书不好 包括我觉得三体不好 这都是个人意见,对吧 这个文无第一,文无第二嘛 那么学渣之见,我呢,孤妄说之 那么您呢,孤妄听之 那么如此就好 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啊 讲一个历史啊 您承认吗 这是一本历史著作吧 你不管是轻松有趣说历史也好 还是你严肃的说历史也好 或者说你历史考证也好 它起码是个历史 它不是那种就是小说之类的东西 对吧 那么有一些这种历史事实 这样的事情 请您证实这样的事实 好吗 那么明朝那些事 在这里面是做不到的 我记得他讲王阳明 有一部分啊 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讲王阳明 给我感觉就是 王阳明这个人是这个明朝 他天下第一完人 他开动用了一个什么呢 说1905年 日本在这个 对马海战争战胜 俄国之后 那么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东湘平巴郎 对吧 他那腰牌上写的一生俯首 拜阳明 这个故事其实流传的非常广 但是这个故事后来很多的资料被证明 这个大概率就是一个假的东西 对吧 你比如说明治维新的时候 日本的确是有的人提到了王阳明 对吧 那日本的确有的人试图 我们说是就凭装新酒 用王阳明的这个东西 去证明日本明治维新 当然在日本为数极少 反而在中国 梁启超等人说 你看日本人拿着我们王阳明 老祖宗的学说 搞成了明治维新 是这个样子 这是国人爱听的东西 那么这本书不假思索的 全部的接受了进来 对不对 那我在给寻记小奖 包括给这个 很多写稿子的时候 也会遇到过 有传言说 怎么怎么样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 有一期节目讲的是什么 最挤兆 不是最挤兆 叫那个什么 叫那个养扣为患 不好意思 可能我这个记性不太好 养扣为患 那么当时我跟现成辉老师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是说 那个现成辉老师说 三秒 你怎么确定历史上 哪个是 那个养扣为患 哪个不是 我说我不想把它做成一个证明 哪个是 哪个不是 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确定的事情 那么我就不妨说 有这么一个说法 这个人可能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李成良 他可能是这个样 这个说法流传甚广 好 那这个东西 我说李成良可能有这个想法 而这种说法在后世流传甚广 你看 我加上这许多这样的东西之后 这算不算一个事实呢 这当然是一个事实了 你有这个说法 这当然是了 对不对 那所以说我想说 他在叙述事实的时候 很多只是一些传言的东西 他把前后这些全给掐掉 就在说 比如说那个东乡平巴郎 他有那块腰牌 一生俯首拜扬名 他就直接这么说了 他并不是说 有这么一个说法 说这个东乡平巴郎 说什么 一生俯首拜扬名 你再比如他写那个什么 万历年间抗窝元朝 那会儿 他说那个什么 日本那个官白 那个风尘秀吉 他的想法就是要征服朝鲜 再征服满猛 再征服中国 他说就跟日本的田中奏折一样 可是田中奏折 你这玩意儿 他大概率是个伪书 他大概率是个伪造的玩意儿 对不对 之前我做节目也讲过 你怎么能够在这样的历史出作当中 采信这些呢 那么我可是看过一些国外的 比如说这个东大教授 写给孩子看的日本史啊 你比如说这个英美的一些 写给这个儿童 写给这些青少年 看的一些历史冬 他也不会说有 他也不会直接把这种东西 直接拿来当事实讲 而说有这种说法 他会让你加以甄别 那这个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不对 您再比如说 他把那个明朝的那种火器 说的是神乎其神 三眼神冲 说这玩意儿可以说 远距离可以当枪使 近距离还能当狼牙猫使 我的个天 您这已经是大名奸心弩了 这样的一些东西 在此不做讨论 而且他说这个红衣大炮 一炮糜烂数十里 对吧 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 所以有的事实 他是没有去讲述的很清楚 而且我怀疑这是故意的 您比如说 我们就以红衣大炮为例 他怎么来的 他怎么不说 这就是西方来的呢 他怎么不说 明朝的弗朗基 是西方来的呢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有损于 中国这边的大汉族主义 我大名威武 我大名天下无敌 这样的形象 肯定是有损的吧 所以他就不这么说 除此之外 我之前节目里提过 那么装备了红衣大炮的 灯噜噜是怎么判给后继的呢 这体现了明朝 他在国内的有什么问题 不提 我就觉得你这应该是有益的吧 我觉得一本书 对事实 你说全说假话 那是不可能 但是他可以对事实 进行一些编造 扭曲篡改 九分针 一分假 说啥的一些东西 那植入给你的一些价值观 跟你说真话 植入的价值观 那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包括我之前讲过啊 这个你一个好的历史叙述 应该是事实为主 价值观应该非常非常谨慎的给你啊 对了 还有一些小的一些历史错误 还是讲那个抗国战争啊 说这个日本1937年 他们有航空母舰 他们有临时战斗机 然后他们打了八年 他们失败了 那么我想问 日本1937年有临时战斗机吗 1940年12世舰战 才在这个武汉机场 才去守秀 那这玩意儿 这是小的错误 咱们就不多提了 好吧 那么我想说的是 你这些事实的叙述就有问题 那有人会反驳 我说三秒 但是他这本书是一个启蒙 读起来轻松 可是我想说 如果您对于历史 是一个认真的严肃的态度 这句话我也说给那些 有小朋友的这个家长朋友们 如果您的孩子 想去看一些历史书 可以去挑一些这种叙述 有一点点简单的 但是不要去挑这种 为了简单而去惨媚的历史读物 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请大家知悉 对吧 我们看历史 National Geographic 国家地理杂志上 那么多关于历史的文章 不可以看吗 Discovery 很多关于历史的纪录片 不可以看吗 对不对 什么叫谄媚呢 之前我跟朋友 做的一个工作号 叫尼波罗尔工厂 那当时 军武色命也是找过我们的 希望合作 今日头条也是找过我们的 希望合作 他们说 你要写一些读者爱看的内容 什么样的内容呢 德军厉害 解放军厉害 日本人坏 就这些 我们就拒绝了 对吧 我不想去谄媚 对吧 那如果我当时选择谄媚 我也不会在这里给你录节目了 那事实转 价值观 好像就是从明朝那些事之后吧 然后就开始有了一群名粉 我记得当年是严重年老师 他讲过满清 在百家讲堂 讲的还是不错的 讲过明王清新 六十年 包括甚至严重年老师 也是觉得 严重患是个英雄 等等等等 那么他有一次在西单寿书的时候 被人伤耳慌了 为什么满移满清遗牢 那这样的东西 谁带来了 我觉得明朝那些事 你不能说他没有责任吧 对吧 有个书里面 他是记载 这四大明都有三本诞生于明朝 那整个清朝也就搞了一个红楼梦 真不知道后来那些人干嘛去了 好 你再比如说这个什么 虽然清朝也很烂吧 但是你不能因为清朝烂就把明朝说的特别好 不是 对吧 再到后来网络上一股风潮 就是大明这个技术啊 科学啊 所有的这些东西 简直就是天下无敌 要不是满清入关 我大中国一定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 一定第一个给人有这种感觉 然后对吧 你看那个抗国元朝之后 这时候这个明军使用的武器 你看他描述的多么的牛叉 当然你就知道了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价值观里面还有一点 就是我再次说一点 你是带着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去叙述的 对吧 那个回头我再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好的啊 这个今天是不见书 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狄更斯讲英国史 那本书讲的就是一个普通人的价值观 他会讲什么 比如说阿尔弗雷德大帝 新三年寺里面有那么一篇课文 Alfred the Great disguised as a ghost spell 他自己装扮成一个银游室 去到丹麦人的营帐里面 去刺探军情去 等等等等 这些故事 狄更斯的文 你您觉得比当年明月如何呢 那当然是好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对不对 狄更斯说 这个阿尔弗雷德大帝 英格兰民间还有纪念他的歌谣 到现在很多人是怀念他的 对不对 还记载了这个阿尔弗雷德大帝的一些囧事情 对吧 比如说他躲避维京海盗的追杀 跑到一个家庭妇女家里面 那个家庭妇女特别不赖 你不认识他是国王吗 你过来 过来去分面包去 你这个大个子 你连面包都不会做 你干什么吃的 然后阿尔弗雷德 您说的对 就把这些小故事都给弄下来 给人感觉 阿尔弗雷德是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可是这里面 明朝那些事里面 你给人的感觉就是 那 红武大帝 威武 空一案 杀了那么多官员 有那么多吗 没那么多 那些官员活该 甚至万历皇帝 他是一个什么形象 您知道吧 不是有个说法叫 名王于万历吗 对不对 人家直接说 万历皇帝这人 政治手段非常高明 他政治手段不高明 别说做48年皇帝 别说48年皇帝 48天都做不了 原话哦 自己去翻 对不对 不要觉得我没有读过那本书 所以说 完全搞混了全谋和政治 完全是站在一个大人物的立场上 是啊 万历 是做了48年皇帝 自己很爽 对不对 你给这个国家带来了 什么呢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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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叙述 既然如此 价值观 我记得他好像也没有 在这个书里面 过于的去批评 明朝的哪个皇帝 很不行 很不行 我记得好像嘉靖 说嘉靖皇帝死的时候 去放鞭炮 但是他也说 嘉靖皇帝多么的英明神武 这个大毅理事件 怎么怎么样处理的 沙发决断 什么什么啊 等等等等 包括崇祯皇帝 也是被他吹的 也是天下 天上地下 独一号 然后这个明朝为什么灭亡了 气数一尽 你说这样的一本书 你让我怎么去推荐的 对吧 有人说我没读过那本书 在此就讲一下 并不是志气 想通过这个机会 跟您说一下 这本书 我为什么不推荐它 当然如果这本书 已经是这个国产的 这个历史 这种叙述读的天话吧 那我觉得 可悲的 就不仅仅是这本书了 您说对不对 行 今儿咱们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再见